大家好 今天讲一分享剑手银的一篇文章 表哥和表弟的故事是作者表弟和表哥的故事 不是我表哥和表弟的故事 表哥和表弟的故事同时参居 9年后两个人的人生却完全相反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两个亲戚 一个是我的亲苗哥 一个是我的亲苗弟 他们俩都是初中毕业过了半年去当兵的 两个人都是在部队干到二骑士官满了就复原回家 但是两个人经纪回家过后一年 其境况就发生天发地赋的变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且听我信息到了表弟的故事 2010年12月10日 表哥和表弟都从各自的县城武装部出发 去了各自入伍的军区 表哥去了辛加乌鲁木齐 表弟去了海马勒东 两个人都从义务兵开始干起 其中两个人都在部队表现得很优秀 都在部队里面荣获了优秀士兵的称号 再后来两个人都转成了一骑士官 这时候两人的工资一个月都能拿到4600块钱 但表弟从第一个月起就每个月只给自己身上留600块钱 剩下的钱全部给他妈也就是我的姑姑打回去 这个住家里打钱的行为一直坚持到他从部队复原 其间从未断过 表弟在部队里当兵第五年的时候 家里给他准备在家乡咸阳市买房子 当时房价很便宜 一平发就3500块钱 表弟在跟家里善良后同意买房子 当时家里中拼行走外加表弟这几年给家里打的钱 很快就筹集了40万银次姓父亲买了一套三室二厅 在2015年表弟也是二骑士官了 自己的工资涨到了一个月7000元 不到两年就把当时买房借的钱全部还完了 在2018年表弟的工作有所变动 开始了频发出汗 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拿到了每月1万元 在那年的12月表弟复原回家 复原费拿了22万 表弟复原费该一到手 就把钱全部给他妈打过去了 这个习惯他就这么一直坚持到从部队复原 表弟回家后 很快就和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订婚了 到了2019年11月份表弟和那姑娘结婚 婚礼那天窝也去参加了 看到表弟往着新娘的胳膊走进大家的祝福中 真的为他高兴 也不禁感到我这个表弟真有福报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不起波澜 表弟只有初中学历 新娘却是一个大专学历 新娘在我们市的一个三甲医院做护士 表弟在市里买的那套房子也是新娘家在两人订婚后出资专修的 表弟复原后在家乡找到了一个给单第一家建筑公司的大老板开车的工作 一个月虽然只有三千块钱的工作 但是却随时伴随在这个大老板身边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 并且平常空间时间比较多 上午休二 每天都和其父住在自己在市里买的房子里可以顾家 定期在医院做护士一个月也有六千元的工资 两个人都没有发大 婚后买了一辆小汽车 过着自己神仙距离的小日子 话说我这个表弟虽然从小就不爱读书 却特别善良 在家里干农活都是抢成干 怂不同了 在2017年初我开始实习参加工作 当时我做的是一个制造厂的物流管理工作 当时我在山海参加一个物流公司的年会 在会上我喝多了 头口昏 年会结束后 那个物流公司的老板又带我去了洗浴中心 在洗浴中心 我当时酒精很大 一时没有克制住自己 接受里面女技师的服务 第二天我酒醒后想起来晚上发生的事情 心里特别难受 就在微信朋友圈倾诉了一下 身在海南的表弟看到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让我把朋友圈的说说去掉 然后看到我以后不要这样醉酒 很容易被坏人利用 表弟说他现在还是一个处男之身 他要把自己的第一次留到新婚去 还有一次是2017年的6月底 我身在湖北武汉 当时我做的是工厂产品建造的工作 由于我是客户 那些制造厂生怕我发现问题 就给一个信封里面放了一袋钱 放到了我的办公桌的充气里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表弟 表弟又是赶紧打了电话过来说 哥 你千万不要拿这个钱 你看现在人民的民意里面有多少贪官 就是第一次没把控制住自己 卡了个头后面再也收不住手呢 我自己在海南这边带新兵 那些新兵的父母亲戚好多给我送名盘下烟 我都没收 表弟读书学习是差了一点儿 但是参观还是特别正的 记得是表弟初中毕业那个暑假 表弟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表弟骑个自行车去见到马菜比 回家的路上有一群女孩直勾勾的看表弟 把表弟看的都不好意思了 回来后表弟给我讲 他当时骑车子差点儿都掉到路边的水宫了 表弟说他自己也没觉得自己长得很帅 但是走路上经常有女孩子看他 弄得他很不好意思 其实表弟这个人特别阳光 精神气神也特别好 像有新生所以表弟看着都很阳光 表弟一路走了也是有许多女孩子追过表弟的 但表弟始终没有乱来 自始至终都只对自己后妻子一个人好 最终收获了美好的和幸福 各位那我们接下来表哥的生活了 表哥的故事 表哥因为在部队里表现优秀 他会把他掉到军区走步上班了 话说是保暖私营域 表哥接下来开始了频繁恋爱的生涯 在跟老家一个姑娘还没分手的情况下 又跟部队里面一个文工团妹子勾搭上 最后又跟老个女孩都分手了 再走后又开始了网恋 表哥自己在乌鲁木齐上班 网恋的姑娘在湖南沙沙 连续两年探亲 嫁表哥都是带着这个姑娘四处乱逛 甚至带回了家 后来这这个女孩分手后 又跟乌鲁木齐家地上班的女孩谈起了恋爱 这个女孩打扮得很谣言 表哥上班的地方距离这个姑娘住处不远 两个人经常乱花钱乱逛 再后来到了2018年12月表哥也复原回家了 因为家里死活不同意表哥与那一位新家女孩来往 回家后的表哥就跟那乌鲁木齐的姑娘断了联系 复原回家后的表哥在西安找了一份工作 家里就安排表哥跟一个西安当地的女孩相亲 女孩对表哥一见钟情 但表哥对人家女孩不冷不热 这个女孩子属于特别专案表哥那种 会进来查拉表哥家里每次来都要给姑姑买东西 但表哥最后还是伤了人家姑娘心 复原回家半年后表哥不辞而别 又返回乌鲁木齐找他原来的女朋友 从此哥这个女孩在乌鲁木齐上过上了两小两口的居家日子 到了2019年末 我给表姐打电话聊天时才得知 表哥也进来被不堪到问他见钱度日 表哥急急一年的时间就把从部队里的复原费花得干干净净 表哥之前在部队里的时候每个月工资都是不过开销的 大逼八年未曾给家里打过一番钱 现如今给表姐给姑姑打电话要生活费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真的感到非常的恶然 因为部队里面的士兵是管吃管住的 八年从居生活至少能转四五十万 表哥怎么现在沦落到问父母和姐姐借钱度日的地步呢 最后表姐给我说表哥这几年把钱都给那些女孩子花了 尤其是乌鲁木齐那个发售衣服的女孩 基本上都给她乱花了 表哥因为长年在乎啊 到底跟多少女孩的关系都不清不楚 家里谁都不得而知 关是这些知道的还是家里给说的 表哥和表弟是同年同月同日去当的兵 也是同一段时间赴约回家的 现在表弟房子有车了 车子有了 老婆有了 工作很安稳 小两口过着幸福的日子 而表哥什么都没有 还负责战 继续这样昏昏噩噩噩的度日 继续照着亲眼 密友紧张服于自己求 表弟的福分是越来越大 与他的一系列阵型善念不无关系 表哥的恶报越来越多 也与他的一系列邪行不无关系 愿适而都能走正道 远离闲淫人生中间看话结果 感言把上下文仙万岩以为首 这句话在故事里的表哥和表弟的身上 都到了业症 表弟少顺父母为人 确实不轻易烂费自己的感情 也不烂费别人的感情 经历福报又不多 所以福报越来越大 结出了钱财不从 家庭没满的上国 而表哥刚好相反 没有孝行 邪行不断 消耗了大量福报 所以才为贫囚拮据遇到不佳的另一半的恶果 命有起造 假如世界顺利 金钱不足 家庭何路 就要断楼修长正念正行 才能获得到美好人生